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从小就爱唱歌 我爱唱歌 像我们台东 有男的要当兵 都会找我 爸爸那时候 他带我去 要我唱歌 很不客气的 人家叫我唱歌 马上站起来 就唱我们原住民的歌 有时候我乱唱 你叫我再重唱的时候 不知道 是这样子 一直到我八岁 爸爸走 妈妈去哪里 我都跟到哪里 我都要唱歌 我不是说要看那个当兵的人 也不是说看水 我就是等着 只好 就是等这句话 我就马上起来 唱歌 是这个样子 实在我很爱唱歌 我也乱唱 因为那时候 马南奴家 很多很多那种寂寞的 哥哥也好 哥哥也好 大中大陆 有的是没有手的 没有眼睛也有 他组一个团 乐队 一个手也可以追喇叭 一个手没有也可以当什么 这样子 他就讲说 哎 你很会唱歌 你可以参加我们那个 马南奴家的王会 我说好啊 我还讲说 有没有钱 有啊 有一百五啊 他讲这样子 我说好啊 我要唱歌 那时候 不大会唱这个国语歌 我就尽量写 我不认识字 也要假装会看那个字 不认识字 我的耳朵 就听来写这个歌词 是这样子 我唱歌的时候 唱错了 我会哭 他们安慰我 他说你还小没关系 哎 慢慢唱 慢慢唱这样子 还慢慢会唱 慢慢唱这样子 我做完会的时候 都是我哥哥跟他们来接驾的 我不知道 马南奴家是不必 因为很熟 我都叫他们 叫哥哥啊 全部 我那么小 瘦瘦的一个人 我说哥哥 他们就高兴了 然后 满龙家 还有那个太平龙家 还有个阎王大学 还有一个太平营房 立家营房 好几个我都忘了 是这样子 我最喜欢 我最喜欢就是 这几家 就是 立家的 太平营房 还有这个太平龙家 龙家 龙家吗 到时候 他想到他们的家人 有的没有熟 有的没有眼睛 我唱歌他都会哭 我也哭 哭的时候 我唱完 这个是国家的事情 他们不能回去 都一直在谈 你叫他们 哥哥也很好 安慰他们 家